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在一起来依据四清菩萨所住的 所解释的发菩提心经论 来学习发菩提心 落实在菩萨行 也就是六度波罗蜜 所以我们这个单元 已经进入到发菩提心经论的第五品 也就是师罗波罗蜜品 师罗也就是戒的原因的音译 就是梵文的希腊 在古代 因为中国没有戒这个字 所以先用这个音译 师罗 我们有这个灾戒 它的意思又很类似我们的佛教的戒 因为在古代的灾戒 通常就是沐浴 就是换清净的衣服 那在佛教的这个戒的内容 那就更加的详细深入 所以因为中国的接受佛教的这个过程 那它有这个中国文化的背景 然后要了解到佛教的这个专有名词的真正的意涵 也就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在初期的时候 就会保持这个梵文这个原音 就用音译保持它的音 所以师罗 它没有我们中国字的这个师跟罗这个意思 它是只是代表一个这个音符 就是一个符号代表师罗是梵文的希腊 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音的一种发音字而已 所以我们在第五评里面 就是从六度波罗蜜的误诗之后 就要谈到慈戒 所以我们来看在发菩提心经论里面 它的内容 第一句它是说什么是这个慈戒 所以说云合菩萨修行慈戒 就第一句就是表示说 什么是菩萨他要以慈戒来作为修行的法门 而来成就这个菩提心的呢 所以第一个是等于是告诉我们 这一品的内容就是要讲的是慈戒 而且是要能够成就菩提心的这样的慈戒法 然后这样的慈戒呢 是叫做菩萨慈戒 是菩萨修行慈戒 是要有利益 自己利益别人的 这样的菩萨的修行慈戒 所以这样子的方式是什么呢 所以在经论里面就说 慈戒若为智力他力及恶俱力 如是慈戒则能庄严菩提之道 菩萨为欲调伏众生 令离苦恼事故慈戒 所以这一句这是前面的一段 就是在标明要发菩提心 落实在六度波罗蜜里面 以六种的菩萨行来成就菩提心 第一个是布施 第二个是慈戒 所以既然是以成就菩提心为主 那这样子的一个慈戒的修行 也是在修菩萨行 就是以修行慈戒 他就是在行菩萨道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慈戒 不只是利益自己的亲近而已 而也要能够利益别人 所以接着解释的就是说 我们要能够修菩萨行 以慈戒为内涵的这样的修行法门 那就是要能够自利 还有他利 那还有呢 两个都具足利益 就是专门利益自己的 还有专门利益别人的 那还有呢 就是在利益自己 也能够利益别人 这样子坚固的 这样子的考量来慈戒呢 那就能够庄严菩提之道 所以能够发菩提心 来究竟圆满 这个菩提心的成就的 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能够用自利利他 还有自他两利来考量的 那这样呢 也就是把我们要成就 菩提心的这个过程 就是叫做菩提之道来庄严 所以我们就了解说 这个庄严 就是用我们的行为 做有利益的事情 那是庄严 所以我们说佛像好庄严 这个寺院好庄严 那现在我们知道说 庄严还可以庄严 我们自己的菩提之道 也就是落实在我们的 这些的行为 所以是庄严行 所以庄严它应该是指着菩萨道 就是有菩萨的行为 那在里面的内涵呢 就提到说我们持戒 到底是要有什么 这个它的一个利益 所以说菩萨未欲调伏众生 令离苦恼 事故持戒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让我们知道 实戒的真正的用意是什么 是要能够让众生调伏 欲调伏众生 就是让我们众生 很多的这一些的这种 蛮强的这一些的习性 调伏下来 就是把它安抚下来 然后呢 让它能够远离去除苦恼 就是我们的这一些的痛苦啊 烦恼 所以从持戒 就能够有这样子的利益众生的行为 所以能够这样持戒 就是菩萨 所以为了这样子来持戒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考量呢 就跟我们一般的人 可能会听到说 哦 持戒 他就开始就很害怕 就觉得说 哦 好像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啊 就觉得这个持戒 是非常的这种不自由很拘束 这样子的一种想法 而是以最终究的目的 而是持戒 它是让我们能够 就是防飞止恶 基本上是这样 那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 它可能跟我们的习性 会有一些差距 那因为我们平常习惯的这些行为 就是习性啊 习惯啊 那这些呢 实际上只是我们自己本身方便 然后我们自己习惯了 那我们没有做一个善恶的品牌 那在持戒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考量呢 它是能够离苦得乐的 也就是说 我们因为习惯而所造的这一些 其实是不善行 是恶行 那我们可能在我们的这种 平常日用云为 那也再这样子造恶啊 我们都不知道 那因为我们要从我们平常的 这种习性去给它做调整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不习惯 所以我们会觉得这是拘束 可是如果我们用这种真正 直接的一个目的呢 它实际上是让我们是终究是有利的 那这样子来考量的时候呢 我们的那种不习惯呢 我们也要去就是要能够忍耐 那这样子过了这个不习惯的时间以后啊 那我们能够习惯持戒的时候 那我们就觉得啊这个是真正的自由了 那个时候呢才是我们人的真正的快乐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是从这个经论里面看到说 持戒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调伏众生 而另离苦恼而要持戒 那下面呢又为我们解释 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要告诉我们说 那持戒的内容 持戒的内容是总瓜的来说啦 因为这里面呢还没有谈到 真正的这个持戒的这个项目 而是说总瓜的内容 它是以善以亲近来做考量的 那所以持戒这个戒呢 它本身的意思呢 它就是有一种习惯 然后我们的性格 那也有包含是道德 所以这个部分呢 所以这个部分呢也就是说 这个部分呢也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习惯这样的习惯 这样的一个意涵 所以说持戒就等于是说 我们是希望把我们的 所有所做的任何行为 都能够去到不好的这一些的成分 而能够趋向善行 所以这里就讲到说 那一个要去开始修行持戒的人 那它要怎么样子考量呢 基本上也就是吸就是全部的意思 就是要能够进化 清净一切身口意 也就是我们一个人的一种不同的行为的行动 透过身体 透过我们的语言 透过我们的思想 动机 那就是三种不同的活动的方式 身体是手脚 整个的射身 它有明显的动作性的 口就是我们的语言 那口它的功能 讲话以外 还有吃东西 就是我们会吃 还有喝 那讲话 那这个是口的作用 就是透过身口 那第三个就是意 也就是我们的意念 我们的心念 那包括思想 还有我们的心情 动机 那这个身口意 也我们通常就是称作三意 就是三种 透过我们的身体 口 还有我们的这个内心 它能够做的这些的活动 就叫做身口意也 那因为呢 这身口意也 我们一操作的时候呢 它就有一个基本的一种评量 也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一些的行为活动 它到底是善或是不善 因为我们所做的动作 也许去打人啊 或者是安抚别人啊 或者是为人家做服务啊 那这个就有善恶的差别 那我们所说的话 是对人家 是能够有激发 就是有好的这个作用 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话 是造成人家的烦恼啊 他的不高兴啊 那这个也是有差别 或者是我们用口去 所吃的食物 它是有伤害性质的 是众生的这些生命啊 或者是我们是没有伤害的这些的这种食物啊 那这个也是有差别 还有我们的意念所想的 是想的是有利益的事项 或者是有伤害别人的这一些的这种可能性的行为 那这个也是有它的意涵 它里面的成分 所以基本的戒呢 先是以善跟恶 那善呢就是对人家有利的 那恶呢是有这个伤害的 所以这边说 修持戒者 惜尽一切身口意业 那于不善行 心能舍远 也就是对于身口意三业 就是有不善的这一些的行为啊 那我们呢 心要能够舍远 那这边呢 它就有一个比较内外 跟谁在做最后的一个 的这种 这种最终的一个指令的 这种发挥的就是我们的心啊 也就是说 身口意三业 虽然是三种管道来做我们的这种行为活动啊 可是呢 它是最核心的发动指令的 是我们的心 也就是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 是身体的这一些的劳动 那也是我们的心 有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的身体才会去做 像我们想出门啊 那我们脚就开始走路了 我们身体就移动了 那我们去走路去哪里 那个地方是好的地方 还是不好的地方 我们要去身体去那个地方做什么事情 那那个事情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 那心就要开始能够观察 所以心能够舍离 也就是说 我们身体要去做一件行动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要先做准备去 了解我们这个动作 是善还是不善 那不善呢 就要去除 那去除的时候 就是说 那我们世间想到 我去那个地方是不好的了 那我们要去钓鱼 那是杀身啊 伤害众生啊 我们不去了 所以我们的心 知道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行为 是不好的 那我们就去除 去除的时候 这样的行为就停止了 所以 重新来做抉择 身体 它可以不做 这个伤害的不善行 那口也是一样 那口又更加的维系了 就是说我们要讲一句话 或者是讲一件事情 那我们讲这个事情 是会造成人家 有这种内乱啊 或者造成人家的 这种不合啦 团体的不合啦 或者是我们讲的这个话 它是有这种恶口 就是粗话 骂得人家 就是受伤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 能够事先也能够知道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观察 它是从心开始 那心开始的时候 那心开始的时候 我们所说的话 能够在还没有说之前 就能够停止 或者是修正 修改 那这个呢 都是从心开始 那应业的话呢 就是想的不好的事情 我们也能够自己知道 觉察到 那就不要再想 那这个呢 也就是以慈戒 能够从心来观察 那善能 喝着恶行 毁尽 就是能够在事先 能够停止不善行 然后呢 对于自己所做的不好的恶行 或是毁坏这个境界的 那也能够喝着 也就是我们自己啊 就是要看到这是不好的 而骂自己 那停止我们在做的 这个恶行 那这样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是慈戒 那慈戒在于 我们能够 就是防非 也就是防止 我们要去做的这个不好 然后呢 停止我们 现在所做的恶 所以这两句话呢 就是于不善行 心能舍离 先是防非 然后呢 能够喝着恶行 悔戒 也就是止恶 那我们在心里呢 也要能够于 小罪中心肠恐怖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说 要能够物以恶小而为之 我们就说小罪 就是这个很小的这个罪行 也许我们以为这个蚂蚁很小啊 我们就好像随便一楼就把它 就是杀身了啦 或者是我们说一般的这个路上啊 如果就是有一些这种 这个人家的这个走路的这种方便啊 那可能一个人他吃了香蕉就把香蕉皮一丢 那他是很小的一个好像行为啊 可是呢 那如果走路的人 他一踩到这个香蕉皮就滑倒了 那这个呢 也是一个恶行 所以这些呢 就是说物以小罪 那而为之啊 那他可能会影响了这个恶果 所以要心肠恐怖 也就是说不以这个罪 它是小而为之 就是说罪它就是罪 不好的事情就是不做 那当然我们相反的就是说 物以善小而不为 就是说我们好的事情也不要以为说 那它是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利益 所以我们就是不能分这个大小 就是罪就是小罪 我们也要心肠恐怖 那四名菩萨出慈戒心 就是初初开始我们从分辨善恶 就是能够从我们的身口意三页来衡量 就是有伤害的行为 从我们的身体语言 或者是我们吃的食物 乃至我们心里所起的这一些的意念思想 那都能够做一个比较概括性的 这样的一个能够减点自己 不好的就去除 所以这个是出慈戒心 初初开始做这样的检点 那下面就告诉我们说 那慈戒的利益 就是有智力利他 那能够自他两立 所以以智力来说 这边就说 修持戒故 远离一切诸恶过患 藏身善处 是明智力 那教化众生 令不犯恶 是明利他 以己所修 向菩提戒 化诸众生 令同己利 是明智力 这个就是从智力 还有呢 利他 还有智他两立 这样子的一个考量 就是智力方面呢 也就是说 当我们开始能够慈戒 就是去除我们这一些 就是伤害的行为 那我们一般呢 说的这个慈戒的内容 一般就是从 身口一三叶 所造的这些恶呢 我们能够就是去除呢 就是以五戒为根本的戒 就是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或者是更清静的 不淫欲 那不饮酒 那这个是不恶口 就是五个根本的戒 那从这个五个根本戒来说呢 基本上 他就是去除有伤害 不善的行为 像杀身 就是伤害众生的生命 那乃至呢 就是能够造成众生的 这些痛苦的行为 也不做 那不偷盗 就是不渝取 就是世间 所有有主物 那没有给我们 我们就不拿 那这样子的一个考量呢 就是我们没有去侵犯到这个 这个世间的 这个有生命的 或是有物质性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等于是我们没有过患 那还有不邪淫 或是不淫欲啊 就是能够保持清静 那这样子的一个慈戒 就是远离一切诸恶过患 那从五戒里面呢 就是深山 就是我们这个杀身 还有偷盗 还有这个邪淫 那这个是我们说的 这个身体所造的 这个是深山 那口就是我们说的第四个 就是不恶口 那因为口也可以分作 就是四种 就是不恶口 不两舌 不其余 那就是口所做的这些恶行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也是从慈戒里面 去除这些恶行 所以远离一切诸恶过患 那最主要的就是说 我们能够慈戒的时候 没有造恶 那事实上呢 他也有积极的行善 就是没有造恶 他本身 他就是在 实际就是行善 那还有积极的话呢 像我们说不杀身 那他可以放生 那对众生的爱护 关怀 那乃是说 我们对众生 动物都能够这样子的慈悲 那对人也能够更加的关怀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从远离这个诸恶 那我们本身呢 就没有跟众生结恶缘 那本身他就是有一个善的行为 所以就有这样的福报 所以说常生善处 所以我们从一般 这个在家的 这个五戒啊 还有呢 这个八观在戒啊 我们通常都可以看到说 能够持戒 那都可以有承受的这个福报啊 我们都能够就是多生啊 都能够享用不尽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说我们是从这个善的 福报的这个部分来考量 持戒他的一个 他的善果 所以说有这样子的一种利益 他是对于我们持戒的人 他本身呢 能够持戒 就能够得到的这种善报 所以叫做自利 那在从自利方面呢 又能够以持戒考量利益别人 也就是说 我们自己持戒 有这些的利益 我们可以去除自己的 这一些的恶患 那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善果啊 那也能够教化众生 令不犯恶 就是也能够让众生知道说 那要持戒清静 他才能够去除他的这一些的苦恼 像有的众生啊 我们世间大家都希望求财啊 那可是这个财从哪里来呢 为什么有的人他可以 好像福报很大 那有的人呢 他好像能够享用的资源都不够 那就是知道说 原来他是有过去跟人家结善缘 那乃至他是能够持戒 没有伤害众生 所以他是能够长寿 那他能够这种身体少病苦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了解啊 都是能够让我们 就是能够趋这个善 然后避恶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教化众生 能够也不犯恶 就是也能够持戒 像我们能够自己从开始 就是学佛开始 我们也是才知道说 那我们平常习惯的这个 这个从饮食里面 我们吃的这个众生的肉 众生的这一些的生命 而好像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些的饮食啊 原来呢 都是一个杀生的行为 都是跟众生结恶缘的行为 那我们还没有了解 这样子的一个道理的时候呢 那我们都会觉得说 那这个好像是习惯嘛 那乃至有的会觉得说 那众生就是要给人吃的啦 那这样子的一种想法 其实是错误的 尤其是我们在现代里面啊 都有这种环保的意识啊 附生的意识啊 那我们现在大部分 有很多的这种保育 这种就是稀有的动物的这一些的 这种爱护众生的这些的这种团体 那我们更能够知道说 这些稀有的动物要保护 那这些没有稀有的 就是比较普遍的这些动物 那它也是一个生命啊 那我们这样同体的这种 慈悲的关怀的话 那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平常讲的说 这些动物就是生来给人吃的 这个是错误的观念 因为众生的生命也是宝贵的 那人能够吃的这一些的这种食物啊 实际上是太多了 那我们也可以从这种营养啊 这一些的观念来考量的话 那实际上吃众生的这个动物的肉 它对我们的人的这一些的这种负面的这种伤害 乃至是比这个植物性的还高了 所以从这样子的一种 我们说从慈戒第一项的不插身的 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啊 我们就可以知道 就是能够从我们的这种习惯性 那来调整 那就是调伏我们这个众生的 这种习性 那能够另离苦恼 也就是说 那我们知道呢 因为从主师大德啊 诸佛菩萨 他们所这种证悟的这种 的这种解说 告诉我们 这个众生 他能够 就是让我们 就是不杀身 不伤害的时候呢 那我们本身呢 没有跟他结恶缘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才是能够去恶 那能够向上 所以这样的时候就是 让我们也能够从自己的这个经验呢 教化众生 令不犯恶 那这样的就是利他 所以从菩萨型的这种考量 来持戒的时候呢 那我们先从自己做起 然后从自己的这种利益 也能够让别人知道有这样的利益 那在自利可能还比较方便 就是我们愿意接受 那我们接受了我们去改我们的行为 然后去持这样的戒 那我们要去利他的时候呢 就不一定这么容易 因为别人呢 我们要劝说他 那也要让他知道 说这个持戒的这种利益 那这个呢 也要有方便的善巧啊 所以在行菩萨道要成就菩提心的时候 要特别以利他为这种菩萨型的考量啊 才是成就菩提心的 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 那我们自利很方便啊 我们就是自己做就好 可是要真正能够也做到利他 这样的考量 这个是发菩提心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要表示说 那我们也愿意为众生着想 那也要想办法 看要怎么样子突破 所以这个部分呢 从自利到能够利他 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所以这个部分 也就是要培养我们行菩萨道 叫怎么样子能够 能够有一种方便善巧来 劝别人也能够这样子来做 那这样子的一种行为呢 它就是落实在这个菩萨行 成就菩提心 所以在发菩提心经论里面 在自利跟利他 就特别的提到说 以己所修 以己所修 向菩提界 化诸众生 令同己利 世民俱利 所以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说 我们自己能够修持戒 以己所修 那要能够趋向菩提 成为我们持戒的最终究的目标 所以因为在这个持戒波罗蜜跟布施波罗蜜 在持戒波罗蜜里面 跟布施波罗蜜的比较起来呢 持戒波罗蜜呢 它要特别强调 就是说我们在持戒的时候 是以自利 它是为我们第一个的一个利益 因为我们持戒的时候 自己马上会觉得说 我们开始能够观察到 我们的身口一三叶 那我们慢慢会觉得 我们的身心趋于 慢慢的清静安定 这个就是自己的智力 那当然我们会生到善处 得到福报 那那个是我们目前 就是看不到的 可是我们现身所受到的利益 应该会觉得说 身口一比较清静安定 那这个是我们自己本身 得到的利益 那在发菩提心的 这样的考量 特别要让我们从持戒里面 强调这个利他 因为在菩提心的考量 是以一个利他的菩萨行为主 所以这边就特别要强调说 以我们所修的 我们也要向 就是趋向这个菩提的戒 就是说我们在持戒的过程 我们一定要考量 都说我们要怎么样子 也能够让众生 知道要去持戒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持戒的内容 就是要把它化解到它的内容 最主要的就是不要造恶 要行善 就是从我们的习惯性的这一些 有伤害的行为去把它 就是调整到能够不作恶 那进一步也能够行善 叫做持戒的精神 它的持戒的本意 所以从我们持戒能够自立 要发心能够劝众生 也要持戒是能够利他 让别人也能够由持戒得到利益 然后再进一步也要让众生 都是同体大悲能够同己利 就这样子叫做聚利 也就是说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知道 持戒能够自己自立也要立他 这样的时候就是自他两立 所以在持戒里面就是要特别 能够从自己的这种持戒的行为 也要发展到能够劝众生持戒 这个部分应该是比较跟布施比起来 是特别的不容易要去发展 就是推己利人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从持戒的一个最终究的 一个波罗蜜的一个考量 也就是因持戒获得离遇 乃至漏尽成最正觉 是名庄严菩提之道 所以在这个持戒的地方 也都特别提到说 我们以持戒为修行 所以持戒本身就是修行 所以我们从这里面也可以多了解说 修行的内容 实际上也就是要落实发菩提心的 这些的行为都是在修行 不然我们说这个人要去修行 他要修什么呢 我们修六度波罗蜜 我们的修行就是从我们身口意三页里面 要去实戒这一些的内容 所以第二项的这个持戒波罗蜜 也是一种修行 我们能够持戒还是修行 因为修行持戒 我们可以得到离遇 就是它的一个成果 我们能够持戒的话 它可以得到什么样子的结果呢 它是以清静为主 就是离遇然后驱散为主 那持戒的一个结果 它就是让我们清静的时候 就是远离我们心里的贪欲 那所以我们之前说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行为 实际上都是习惯性 那我们普通都是习惯成自然 就以为说这个就是应该这样 那实际上呢 我们用善恶来考量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从我们的这个行为 要把它还原 就是不清静的 不善的 有这个 就是有毁坏的这些的行为 就是恶行 那我们就要开始把它还原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离遇 这个遇呢 也就是我们的习惯性 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 遇呢 也就是我们想要做什么 那想要做什么 它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的贪生吃 做动机的 那我们想贪 所以我们有这个欲望 它就会驱使我们去完成 我们想要的这样的一个对象 所以就有这样的行为 那乃至我们说 我们有称恨的心 我们想要排斥别人 我们要造成别人的这种 的这种伤害 那有这样的欲望呢 那它也会有这样子的 这种不善的行为产生出来 所以持戒的时候 我们看到说 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不善的 是有伤害别人的 那我们就要从根本把那个要去 就是传达贪啊 撑啊 这种的欲望就去除了 所以持戒它可以去除 我们这个造恶的根源 也就是欲 我们的欲望 所以欲是一种动机性 是有推动性的 所以持戒它可以离欲 那乃至呢 肉禁 肉禁也就是说 我们的这一些贪、撑、吃 是我们基本的三种肉 那它又称作三毒 又称作我们的根本烦恼 那这边又有一个名词 又称作肉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相信 我们本身的本性是清净的 因为我们的本性 它是光明的 所以我们才会 真的眼睛一开就能够看 耳朵就是没有 关闭过 那就可以听种种的声音 鼻子也都能够嗅觉 这不是自然的 这是因为我们的心 有清净的性 才能够接受外面的东西 不然有的人 如果他眼睛伤害了 他也看不到 他耳朵有障碍 他也听不到 那有的嗅觉不好 他也闻不到 所以呢 我们知道说 我们本性是清净的 那可是因为有我们这些 贪嗔痴 就是对这个外物有贪值 或是要排斥 或对事物不明 这些吃 它就是一种肉 它就让我们本身的 清净的本性 就看不到 所以它就是障碍住了 所以持戒呢 它可以离欲 然后去除这一些 我们的不好的行为的根源 那这些的根源 再根源呢 也就是我们的贪嗔痴 所以是能够达到 这一些的漏境 都全部去除了 那这样就跟我们的本性的清净就结合了 所以能够成就最正觉 那我们的本性有这种觉察力 那乃至在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所以圣明庄严菩提之道 所以这里就是把持戒到 究竟我们能够清净的目标 那实际上呢 说我们能够漏尽 就是成就欧罗汉国 那这个就是四国 就是断除我们的贪嗔痴烦恼 那我们这个单元 就是介绍发菩提心论 里面第五品的持戒波罗尼品 那我们这个单元就先到这里做一个断落 那我们把我们学习的这一些的功德 也来作为回向 也是致力他力 也能够致他两力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徒 上报四从恩 下记三徒苦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 极乐国 阿弥陀佛 怀海教育基金会 感恩各界护法大德及善师们的爱心护持 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 为了回馈社会 关怀弱势族群 海淘法师慈悲志业 自2008年 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 及积极地协助亲海学生 欺养学童 中措生就学生活及平德教育 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 祭品发放 急难救助 老弱病苦 担心家庭 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 以及协助未婚妈妈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 以圆满老安少怀 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精神 让社会上的弱势者 也都能感受到 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 淮海教育基金会 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 累积福慧资粮 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 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 身心健康 平安吉祥 护持淮海基金会 发扬佛陀大慈爱 援助弱势众族群 同离忧患长安乐 护持账号50059824 50059824 顾名淮海教育基金会 念定光如来 持灾除罪四十节 明镜月 世家摩尼佛书胜功德日 扇刑与恶行呈9000兆备 宜养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梁黄宝产 孝青报恩超度法会 宫请广护法师 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组法 日期8月9日星期一 至8月12日星期四 上午8点半开始 中峰三十系列 超度法会 日期8月13日星期五 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 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生命文化基金会 自成立以来 秉持着广传佛陀三称法的精神 致力于佛法的推广与传播 不断地制作多元的佛法节目 透过MOD 及网络影像平台传递佛陀的教法 散播如来卑制的法音 以滋养社会大众的心灵与觉性 并增进各语系佛教之间的互动及学习 愿使正法常驻人间 佛所行战中说 佛说一切诗 法诗为最圣 人思行才师 行法师者难 敬请各界大德发心护持电视弘法基金 一同成就广传佛陀三称法的慈悲大院 以让更多人能够得闻佛法 一起走向菩提之路 感恩您的共襄圣举 您的发心护持必定公布堂捐 聚沙城塔 福汇圆满 护民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 台湾邮政划播帐号1996-5232 1996-5232 银行网路转账 银行贷号 005土地银行 转账账号 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转账后请将个人账号后五码 收据开立姓名 联络电话 地址传真至总管理处 03-989-8787 或email livetv.net at msa.inet.net 服务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013-889-9380-9319 4N4-989-952 4N5-989-9419 4N5-989-9419 7-6-989-9419 7-1-989-5N95-619 6-5N953-9-1-9-2013 4N9-989-942 7-5N953-8N953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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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